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是我平日練習的書法 其實是在一本小冊子裡面 我是比較方便的抄寫佛經 因為這個佛經就在我的旁邊 反正就是我覺得佛經有很多文字 然後這些文字都蠻正向能量的 我就每天做一點點的練習 那後面呢 寫到後來就有 粗細就分了比較自由 用比較 自由的方式在書寫 但是呢,在架構上 還是比較傾向於鄭凱的寫法 這寫錯了齁 刪掉 它有很多啦齁 以後慢慢介紹 還有很多啦齁 我已經可以在那邊